高鐵左營站22號 環保局派人清潔消毒 因為一名男子在19號 從台北搭了高鐵回到高雄 現在確診公布 高雄21天加零破功 搭高鐵北上跟朋友聚會的時候 那這一群友人基本上 據我們的了解 包括個案本人 總共有5個人是確診 是陽性的情形 因此整起的一個狀況 我們比較傾向 就是感染源確定在北部 這名案號15624確診個案 16號搭高鐵北上 一連在朋友家玩了兩天 19號回高雄 卻在隔天上班出現了症狀 21號他得知台北的朋友確診 他自行快篩呈現陽性 22號他也確診CT值13傳染性高 而高雄市政府立刻匡列了138人 幸好篩檢過後都是陰性 他打過了兩劑疫苗一次職業 是醫護 在個案的一個身份上面 這個部分我們要特別強調 經過研判可能的感染來源 跟個案的職業是沒有顯著的相關 那這個個案基本上 我們靠我們進行我們調查 他在4月份跟6月份 分別有接種過COVID-19的疫苗 根據國際的醫學數據 打過疫苗後會降低病毒的傳染力 可能這也是他周遭的人 目前都沒有被傳染的原因 但是也可以知道接種疫苗之後 還是可能會感染 就像這個高雄新增個案 疫情期間被上訪有 結果染疫影響了家庭和工作 恐怕他也是後悔莫及 三連七位宣傳紅和正鳳 高雄報導 再次計劃他